大家好 开心哥 今天我们来填坑了 好吧 再不填 今年就要过去了 那VTEC双点代 好吧 没有问题 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 你看到我桌上有四种啊 这个都是原版 就原版它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种 VTEC双点代啊 它有一个特点啊 我觉得就近十年的 一个缩影啊 一个这个 尤其是民用装备市场 好吧 这是一个发展 一个需求 一个演变 我觉得在VTEC双点代 它这个产品的这个 这个这个 更新迭代上 好一个发展 就完全是一个 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缩影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一个视频 给大家全部的全面的了解 它的几种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别 很容易把它绕进去啊 这个大家就留意字幕啊 留意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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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方面的讲解 那首先从这个经典 就原始版吧 没有问题 像大多数的双点代一样 它分这个 就是这种宽版 我们就说宽版和裸奔版啊 宽版就只能是这种Pedit 有兼电的版本 那当然相对应的 它还有它是没有兼电的版本嘛 好 那其中有几个地方的细节 大家注意啊 就是你看连接位置啊 调节端跟兼电端 它是有两个这个日子扣的 好吧 那在这个调节端呢 它用的这种啊 它是一个呃 比较硬的 好像这个呃 汽车安全带这种啊 就那个那个是比较软的嘛 其实有很多福克品用的 它也是比较软的 好 包括你看很多的 你廉价的什么电脑包 就是有那种比较软的 这个它是稍稍是硬一点 好 当然了 它的可能是迷彩版本 还有这种提花的 也是比较硬的 好 这一点是可以留意的 你可以看一下 手里的福克品属于哪一种 好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就是Pedit 就是这个宽版嘛 啊 属于这个最开始的两个系列 啊 就轮门版 跟宽版 里面那个呃 基本款的型号 好 那么在这之后呢 呃 人来了一个巅峰 巅峰指的是重要上的巅峰 就是VTAC双点代 它推出了一条叫做呃 宽版的升级版 upgrade版本 这个版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呢 好吧 首先 它的升级呢 就是指它这些日子扣 你看它这些日子扣 全部变成换成了金属的啊 从尼龙的换成了金属的 另外跟了这个silencer 啊 就是防止你这个 有时候碰到 因为金属扣嘛 碰到东西 呃 身上的一些发射机的装备 时候产生叮了叮了光的响 是吧 它这个是在一些 是吧 特殊的任务中 你可能不想出现的这些声音 所以它有跟了这些silencer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前面 这个拉手啊 拉手 它是一个好像PVC 一个胶的 这个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复刻板里面是没有 没有做到这个的 好 其实复刻板里面还没有做到 我们等一下给大家说 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另外一留意的 就是肩带跟调节端 中间啊 这个就是没有日子扣连接的啊 这个是不可以拆卸 不可以分离的啊 当然调节扣是一样的啊 都是ITW 还是什么一个W的一个这个牌子啊 用的是它的一个调节扣 这个东西部分都是一样的啊 另外在前面这个部分啊 我这道纯色板 仍然是一种比较硬的 硬质力的这种 像汽车安全带的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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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啊 支带末端调节的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宽板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还有一个没有做到的 就是复刻板里面没有做的就是它的 呃这个宽板的肩带嘛 因为跟它这两条啊 同时期的复刻板的 其实已经蛮多已经有了啊 TMC的也有 呃就我见到来讲呢 它就复刻板里面没有出现像原版这样做的 它这个它这个肩垫呢 它里面是用的比较厚的form 然后它外面这层是 你可能在一些手套上有见过 你在一些手套上有见过这种材料 它的我觉得优点呢 是呃它在脖子上这个位置呢 对啊 比较比较友好吧 对你的皮肤 但缺点就是它太容易起毛了 啊 这天你身上有时候有一些这种 特别是这种勾面的装备 次面的 魔术次面的 它是一粘道一拉起来 哇 那个就对啊 这条边缘我用的蛮多的 它这条 它就是有一些起毛 那也很紧啊 所以说这就是它 这就是它的这个 VTEC非常有 太表性的嘛 这个肩垫 它是一种比较 比较厚实的这种手感 跟这种视觉 啊 这个是在它的 宽版啊 包括宽版的升级版 好吧 这这两条都是这样的 纯色版是这样的啊 这个迷彩版呢 可能有一些不同 Multi-CAN的版本 这点你可以留意 好 那么说 在这个巅峰啊 到它这个巅峰之后 好吧 这个时候 哎 我们的海力叔啊 它有这样有个视频啊 讲到它的这个D340 我觉得完全就是彻头彻底 它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啊 这完全就是 冲了它来的 它说它希望它的死灵 就是轻 然后对啊 尽量的轻 把它不要这么 就是好像 就雷雷醉醉醉这样 就很多东西啊 好像很重啊 什么这种感觉的 我觉得完全就是 在说这条 所以在这之后呢 你看到VTAC啊 它这个也 透明斯通 好吧 它的产品 也进行了 就是大幅度的 就减重 那么首先 就推出了一条 Hybrid 就是Hybrid的版本 刚才这条叫UG吧 那这条就在HB 好吧 HB版本 就是灰色这条 我当时是第一时间就购入了 现在官网上 你是看不到灰色的一条 其实一开始它是有灰色的 现在官网就有黑色跟沙色 哎 它这个 其实它 虽然双连来都是有跟它这个说明书的啊 这个等一下我们当中给大家拍 啊 怎么调节啊 怎么用啊 因为用法 基本用法 这个说明书叫PDF 你在网上 你在网上是能找到 好 我们紧接着来说这条 它是所谓的Hybrid 就是HB版本 HB版本啊 大幅的减重啊 减重就是 其实也蛮简单的 大家这么看 它 诶 扣具又变回了尼龙扣具 你可以注意一下 HB版本调节端跟肩带端 这个又 又加回来 又用回了两个尼龙扣 好吧 那尖垫的部分啊 这条是一样的啊 这个跟之前原来是一样 应该是有比较厚的这种 然后 诶 这个 织带 织带端有点不同了 织带端呢 就用回了这种 呃 就提花吧 叫做 就是质地是一种硬的 硬的好像 呃 尼龙的那种 尼龙的那种材质 好吧 那扣具 扣具方面 还是用金属调节扣的 这个只是它减重后的 开始减重后的第一个产品 Hybrid 可能你看到这里 可能奇怪了 但它这条 减重后的 这个Hybrid 跟之前 跟实际上这条宽版 原始的宽版有什么区别 诶 其实区别不大 它就是 呃 怎么说 保留了这个 升级版的这个PVC的这个拉手 啊 还是这个拉手 好 那么再注意 那么刚才是这个 跟这条宽版 原始版 原始版的这个经典款的 宽版的区别分别 那么它之后又出了一条啊 那条我没有啊 但是给大家说一下 它叫做Hydora 这条不叫做这个Hybrid 那它出了那个Hydora版本的 K2介绍 就是Hybrid 加Cardora 就是烤地瓜的Hybrid版本 啊 这条就是 呃 Hybrid的尼龙版本啊 这个在官网它有区分的啊 这个就是 Hybrid 指的是尼龙款 那么那个 那么那个 Hydora版本就是Hybrid 靠地瓜版本啊 所以你看这个 它价格其实差不太多啊 贵了也就 卡多拉的稍稍贵了一点 但那条我就没有购入了 好吧 总之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细微的分别 好吧 就是这个 这个是HB版本啊 那个就是 呃 HB HB的 卡多拉版本 这个是HB的尼龙版本啊 有没有开始一个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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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了 是不是 哎 这个时候还没有结束 各位老婆 在追求轻量化的版本上 啊 那么它之后啊 又推出了一条 啊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是中级版的 现在目前来讲最轻的 这叫做PES啊 Archer Sling Archer Light Sling Archer Light 就是超级超级轻啊 PES 那这个版本就真的很轻啊 轻到什么了 你看连说明书都没有了 这个说明书不是我拿掉的 它真的真的没有跟说明书 那这个版本 它真的本身也很轻啊 它这个版本又分为两个版本 哎 注意啊 千万别别被我绕进去啊 这一条 我觉得这条就是目前来讲最轻的啊 它是一个塑料扣版本 它另外有一个金属扣版本 金属扣 塑料扣 这个分别就是指的这个调节端 这个塑料版本啊 它就是没有在用它之前一直沿用的这种啊 这种这种调节扣啊 就是法老啊 VTEC 是吧 你常见的这种 这种ITW还是什么 金属扣 没有了 当然它有另外有个金属版了 金属版还是用的这种扣了 好吧 这个塑料版就最后更轻了 我就 对啊 选了一条最轻的这个 它这个调节扣呢 就变成一个塑料 塑料 塑料版本了 好吧 它就是 它就是 你看到 它也 也 调起来也OK了 也是 拉起来也没什么问题了 那另一边来讲呢 它这一条 对啊 就是非常轻嘛 极度轻 极度轻轻轻到什么呢 它就是把这个支带 一个围部的支带 就换成了海帕龙 这个支带变成海帕龙 连接端 你留意连接端也是海帕龙 没有用扣具 没有用日子扣 那当然 在这个 这个这个调节端呢 这个还是替花的 因为我记得它本身也是multi-cam multi-cam的版本 也是替花的版本 替花比较硬的 比较硬质地的 那么在肩垫的方面也做了减重 里面是用了比较薄的这种form 外面是用这个弹力面料 multi-cam 弹力面料去包裹的 就不再是之前这种比较厚实的这种 对啊 肩垫了 所以它重量上真的是轻了很多 这这么跟大家说 这条应该是目前来讲 V-TEC最轻的一个版本 它比它重了大概 就是这条 这个巅峰啊 重量巅峰版本 比它大概两到三倍吧 这个这个重量 两倍 两倍以上 好 那么这就是目前几条V-TEC 比较主流的双点带 好 但你可以变成单点带的 都没有问题 它有个R-B-A的配件 这个V-TEC也有的 那么另外来说呢 其实绝对不止这几种 刚刚我们提到这几种 它还有另外一些特殊用途的 比如说有这个弓箭 还有这个打猎的 有这个遛狗的 还有这个吉他的 还有这个松紧的 它其实有一些特殊名字 好像就是 给一些特别用途的 这部分的双点带 其实可能结构上 可能有大同小异 然后在部分产品 就是在这个设计用料上 有一些许的不同了 这个就完全比较特殊化的 这些我就没有入手过 也比较少关注 这些就是一些通用性的 其实你说 我们说双点带一般 其实你用来背相机啊 是吧 或者你用来背一些 单肩包 或者什么 什么信息包 什么电脑包 只要你找到合适的扣具 你可能都能进行一定的改造 什么 那么我刚才提到 就是在 怎么说 后期来讲呢 其实市面上 有很多不错的选择 像法老 法老绝对是 就清除预览吧 法老我自己都入了好几条了 之后有机会 再给大家做这个对比 之后我就 VTAC我就没有入了原版的 因为法老确实包括还有这个Spray System 还有什么ESD 还有其他一些牌子的 这些双年代都是蛮蛮蛮受欢迎的 新品推出的也都蛮丰富的 就你是选择更多了 就对啊 VTAC相对来讲 对吧 它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但是对啊 当然是新品越来越多 你就感觉对吧 尝试一下新风格 尝试一下不错的风格 好 好想给喜新尖旧的意思 总之这些视频 就希望给大家 就是我们了解一下 VTAC双年代 几种不同的版本 还有一个演变式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泰迪伯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我们还是来负责任的 平铺的 我觉得这样看一下 更清楚一些 按照这个时间的 产品时间的视觉 永远极近 就是从下到上 对应这个标签 就是从左到右 大家看一下 这个FG色 这条 这个就是经典版的 原始版里面的宽版 带兼电的版本 当然下面其实应该还有一条 就是裸奔版 就是不带兼电的 其他地方 跟这条FG色都一样 那么在这之后 就来到了一条 它叫做宽版的升级版 这个具体的 这个区别升级 我们等一下再讲了 好吧 先宏观的看一下 那么在之后 就来到了这条 Hybrid 所谓的Hybrid的版本 轻量版 轻量版就是灰色 这条 灰色这条 轻量版 当然它还有一个 官网上 你还能查到 叫做Hybrid 叫做Hydora版本 就是这条Hybrid 它是 其实是尼龙 尼龙 它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Hybrid 就是Hybrid 就是Hybrid 加烤兜养 它是一个 就是用量上 一点小小的分别 不是尼龙 是烤地瓜的 大致一个相同 可能中间这里 再多一条 就是这个 Hydora的版本 好吧 那么最新最轻 最轻最轻 就是上面这条 Modicam 这叫做PES PES这个版本 最轻的 当然我这个 是塑料扣的版本 因为它这个版本 本身还有一个 金属扣的版本 就是跟这条 之前用的这种一样 所以你看到 大概就是这么几种 历史的一个严格 一个产品 一个迭代 好 先看一下这个标签 然后我们就来 从下到上 从前到后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细节的部分 详细的比较一下 首先这个宽版 宽版的这个普通版 就是经典版 原始版 然后上面这个升级版 宽版的升级版 你会看到这部分 这是跟汽车安全带 那种差不多 稍稍软一点 但它又是比较硬一点的 没去到汽车安全带 那么软 不像有些复刻版 用的很软的那种 在这部分 调节端这部分材质 另外来说 扣具方面的 这个就是尼龙扣 尼龙扣 请你忽略 这个硬嘴扣 这是我自己加的 然后这个金属 这个日子扣 升级版就变成了金属 金属扣 在这个前后 都一样 都是金属的 然后这个 拉手释放端 就是拉紧端 对不起 拉紧端 就是软胶的 那原始的宽版 就没有 就是这种质带 大多处复刻 也是这么处理的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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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个东西 我目前没讲 没有 没有见过的 这个原版 它就是这个材质部分 然后都有跟的这个 是吧 收纳 收纳扣的 然后这里有个留意 这里是用两个日子扣连接的 肩带端跟调节端是可以分离的 那这个升级版就不行了 它是没有扣的 那肩垫的部分 这个都是比较厚的form 这个是纯色版的 可能密材版又有些许不同 在这部分就都一样 除了这个金属扣 尼龙扣 这部分材料都是一样的 那在上面这条 灰色这条 可以再跟下面这两条来看 这个hybrid版本 灰色这条 你看它保留了升级版的 这个PVC的这个 这个软胶 这个释放的这个提手 拉紧 这个拉紧 收紧端的这个提手 那在扣具方面 又还原 又用回了 是吧 这个尼龙扣 就不再用金属扣了 太重了 然后这里也加回来了 这个也可以分离的 连接端 是吧 用两个日子扣 然后肢带的部分 就不一样了 肢带部分 就跟之前都不一样了 它这个就是这种 肢带 军规肢带了 对啊 一英寸的 一英寸的 这种肢带 那这个部分就都一样了 这个还是比较厚的 这种包裹的 比较容易起毛 这个就是 对吧 那这部分也是肢带 不同 然后日子扣 尼龙日子扣 所以你看到这三条 还就是 这个用料上的一些分别了 好 那然后就来到了 这个最轻的 最轻的这个PES 塑料口 这个首先 因为我这条是Multicam Multicam 这个可能有些 些许不同了 跟纯色版 这个也是提花 提花之带 也是比较硬的 尼龙扣 尼龙扣 然后再连接端 这是海帕龙 尾部也是海帕龙的 这个肢带 没有日子扣 最大的不同 当然这个是塑料扣 就是Plastic Buckle 你看到 它有另外有一个Metal Buckle的版本 就是调节扣 用的跟之前的这个一样 这个塑料扣 这个挑起来也没问题了 这个拉手 煎垫的部分 这个变薄了 用的FORM变薄了 然后外面是用了这种 弹力棉料 弹力棉料去包裹 然后这条就重量真的很轻了 是塑料扣的 还有金属扣的 这个也是 灰色这条 有这个尼龙板 有这个烤地瓜板 这条也是 升级板 有这个宽板 跟这个裸奔板 这条也是 也是有两个版本 就是原始版 一个宽板 一个是裸奔板 你看到这些 当然还有一些 就是可能 这个特殊用途的 什么遛狗的 吉他的 什么大 什么 背弓箭的 背弓的 还有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各种各种特殊的松紧的 还有这种 什么狙击的 就是很多种 什么RIFLE的 就是这样 希望没有把大家 这个绕进去